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 说是一位日本男明星 演过东京爱情故事 叫清元祥 27岁就发生了脑出血 现在在医院做了手术 也是在恢复当中 可能病情还不是十分稳定 于是看完这个新闻之后 好多朋友都会有疑问 说怎么这个脑出血 是老年人发生的疾病 现在时常能看到 中青年人发生脑出血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今天张大夫给大家说这个问题 实质上来说 脑出血的发病的诸多因素当中 有三个是特别常见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 尤其是原发性高血压 就是说这些年轻人 你看包括这个演员 清元祥 他们生活不规律 熬夜精神压力大 时间长了血压高 血压高自己也没有意识去管理 于是最后走到了 发生这种脑出血的地步 才觉得后悔 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没有控制住的原发性高血压 但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激发性高血压 激发性高血压 它容易血压更高 而且吃江牙药控制不好 往往好多人也没有发现病因 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 因为它有的时候血压高 它也没有什么太多难受的情况 有的人甚至就毫无症状 所以说呢 这种激发性高血压 也比较可怕 也容易导致这种脑出血的发生 因为它这个血压更高 更不好控制 其实这两点都可以归因 叫做高血压导致脑出血 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呢 实际上在说 来说在脑出血的病因当中 占一大块 尤其是咱们亚洲人种 中日韩三国的这种人种 它很有可能呢 就是说这种年轻人 发生脑出血的几率 相对更高一些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个病因 就是这个清元祥啊 有可能有先天性的脑血管异常 也就是说先天性的 比如说烟雾病啊 脑动脉瘤啊 脑动脉畸形啊 等等一系列的 因为它有这么一个薄弱的点 薄弱的基础疾病 所以说呢 可能它血压一波动 它就脑出血了 这也是可能性之一 总而言之啊 张大夫说了三个常见的病因 希望呢 提起大家对于血压的重视 就是我们平时啊 你别管你多年轻 你看这个清元祥才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我们也要注意 平时量一下血压 看看自己真实的血压情况 包括有些人有些不舒服 比如说这个景象 觉得不舒服啊 觉得发硬发直 甚至头疼头晕啊 我们注意量个血压 别因为自己年轻 觉得我跟高血压无关 那还真不一定 有的时候呢 您量完血压 发现 自己的血压真的是异常了 如果说高血压了 既是年轻 我们也要去找到专业的医生 进行专业的治疗 无论是改善生活方式 还服用药物 千万千万不能忽视 希望这个日本男明星清元祥的这个例子呢 给大家以请示 咱们希望清元祥早点渡过难关 能够早日康复 但是对咱们自己来说 也是应该提起高度的重视